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一段時間沒有出片了 最近都在摸魚打混 不過在此期間有許多的粉絲都會私訊我遊戲 又或者是說在影片底下留言問一套關於假許無保一的陣容 其實微笑我自己也已經玩個兩三個禮拜了 實際的體感下來還是相當不錯的 這部影片就來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析以及陣容的介紹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Go Go! 好的 我們已經來到了陣容組成的介面 就是由畫面上的六隻角色所構成的 主C是我們的紅色初始紅將假許 其餘的五隻全部都是輔助光環類的角色 並且還有許多角色都是可以進行替代的 不過畫面上的這套是最基本也是最便宜的無保一假許 成型的速度非常之快 那當然這也不是微笑我自創的陣容 能滿是陸服主播那邊所發想的一套假許無保一陣 接下來我們就足以分析每個角色的作用 首先介紹的是主C假許 它的關鍵就是在於觸發火毒的混合效果 由於假許的技能本身就自帶了中毒的效果 只需要搭配貂蟬的戰法 在攻擊前試所有的敵人為燃燒狀態 當假許成功施放技能時 即便控場的概率有限 只要成功觸發中毒的效果 就能引起火毒的連鎖循環 火毒的傷害是遠遠高於單純的火又或者是說毒的 是整隊輸出的重要來源 我們的核心戰術便是利用這個火毒的效果 來製造出高額的傷害 使敵方快速減圓 由此可知火毒的效果是否成功觸發 在這支隊伍當中成為至關重要的關鍵 第二個必備的戰法我們選擇的是左磁 這個戰法可以讓我們成功觸發火毒混合效果時 再觸發一次相同的效果 這也意味著每次觸發火毒都能造成雙重的傷害 進一步提升整個隊伍的輸出能力 達到幾乎無限可擊的效果 至於最後一個戰法相較於前兩個並沒有這麼關鍵 屬於是可有可無的選項 例如微笑我目前隨便用了這個張合的戰法 來提供一些的初始怒氣 那假設各位支援夠的話 可以選擇閒者戰法 或者是說隊伍當中已經有上陣一隻5G的尋憂 最後一個戰法的位置 可以考慮換成畫陀 來增加賈許的生存能力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錦囊的部分 最重要的當然還是雲夢系列當中的綿圓不絕 當我們施放狀態控制效果時 被清除會有25%的概率 再追加一次技能 雖然說這個技能的傷害只會有原本的40% 但這點並不重要影響也不大 因為賈許的技能傷害並不是本隊的主要核心輸出 最重要的還是剛才所提到的火毒能力 而火毒的效果是不會受到此傷害減少40%的影響 因此可以將綿圓不絕視為另外一種版本的七進七出 額外行動一次的能力 這樣的理解會更加簡單 然後是兩個其他的金色錦囊 就比較中規中矩了 有這個尖閉親眼來增加生存的手段 還有螺旋升天 直接免疫掉敵方無敵的效果 那至於紅色的 最重要的有風雲變色還有勢如破竹 來增加所造成的傷害以及得心應手 只要釋放技能前 可以增加我們異常狀態效果的概率 那假許基本上跟黃蓋一樣 時常的怒氣都可以穩定到10 10的話等於每次釋放技能 都增加了30%的這個額外的異常控制狀態 非常的好用 另外還有橙色錦囊 最為重要的就是畫熊 可以增加失毒的概率 並且我們要成功畫上毒 才可以觸發火毒的效果 各位只要有多餘的位置 是可以選擇使用畫熊的這個橙色錦囊 對了還有假許星數的要求 基本上二星就可以上場了 二星最重要的就是增加技能施放的目標 從三人變為五人 那等到各位覺得之後這個掛上中毒的概率 並沒有這麼高之後 可以慢慢的把假許升到五星 再額外增加中毒概率的18% 如果各位的概率穩定 也可以先保留二星 選擇去開啟冥望圖鑑的效果 不用急著升上去 影響並沒有很大 再來我們看到輔助武將的角色 先說張招跟黃蓋五寶一的張招 定位是完全一樣的 只要張招普攻 就可以增加我們主C假許的怒氣 那在還沒有這個尋優之前 選擇掛杖的戰法也都是完全一樣 畫陀戰法來確保張招的生存手段 然後還有順測增加普攻的概率 跟最後的這個輔助武將諸葛果 只要行動一次之後 假許也可以再進行額外的行動 接著我們看到紅色輔助武將選擇了貂蠶以及文姬 這兩隻同為都是零星就可以上場 文姬主要的原因在於它神兵的效果 可以提升15%狀態效果的概率 那貂蠶它最重要的就是怒氣 在還沒有升星之前 可以提供我們怒氣的回復 那如果各位有能力的話 可以把貂蠶升到四星以及五星 因為四星五星是可以增加我們狀態上毒的概率 四星是增加了中毒冰凍燃燒 然後這個五星就是一個光環狀態效果的提升 這兩個也可以大幅增加假許掛上火毒的效果 另外橙色的光環輔助選擇了張角還有恐龍 最大的原因在於這兩隻都可以增加我們中毒的機率 而不是選擇元少以及元素 差別就在於這邊 最後來看到輔助武將的錦囊選擇 跟常規的五寶一基本上也是大同小異 只不過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像是這個有福銅響是可以不用帶的 上陣武將傷害提升 前面有提到了沒有錯 又是這個火毒 火毒的傷害是不會受到這個傷害加成的影響 因此有福銅響是可以考慮不用帶的 那當然橙色的夏衛版、孫魯版也是如此 只不過微笑我目前錦囊沒有這麼多 還是先將就就已經帶上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錦囊 就是成天之幼 全部的五隻輔助武將都必須要帶上 才可以增加我們假許成功掛上狀態的效果 畢竟帶上一個成天之幼 就可以增加16%的狀態機率 帶上五個整整提升了80 這個概率提升是相當高的 那麼以上就是這個賈曲五寶一的陣龍搭配思路 可以替換的角色 張招之後可以換成尋憂 張角恐龍也可以根據自身的喜好 缺控制可以換佐詞 想要打出更高的輸出 也可以補上呂萌 來為賈曲增加生命上限的傷害等等 另外微笑我就放上幾把賈曲五寶一實戰的畫面 供大家參考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小鈴鐺 雲鹹 七星天運 七星天運 魂合亂舞 湯秒青灰曲 魂合亂舞 七星天運 哨音回魂咒 飘渺轻挥曲 温和乱舞 海洋明星印 温和乱舞 塞外咸音 千移一目 黄天当丽 苍浪青歌 天书奇形术 神鬼莫当 飘渺轻挥曲 神鬼莫当 飘渺轻挥曲 神鬼莫当 温和乱舞 神鬼莫当 神鬼莫当 神鬼莫当